好我们今天访问的这一位呢 他是张瑞夫 他写了一本书 时报出版的 叫做温馨提醒洗衣服请记得拿 我其实觉得你就叫万秀洗衣店就好了 那到底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刚刚开麦之后我们已经在讲了 我刚刚很惊讶 我说啊你前面开场就是从说一回到 厚礼的洗衣店家中 你就开始翻那个衣服 那个塑胶碎片掉下来 这是因为塑胶其实两三年 他就烈化了嘛 对他会老化烈化掉 是那可是洗衣店总是不会太大 那那么些衣服如果人家没有来拿 然后他都一直放在那里 洗衣店会爆炸 我问张瑞夫说那多久 有没有规定比如说半年没拿 或三个月没拿就可以丢 不行吗 他其实是有一个规范啊 就是你超过一个半月 其实是可以先跟你收保管费 但如果你到了六个月 你不付保管费 你不来拿 其实洗衣店他有权就这件衣服来做法律处置 可是在契约里面又规定说 我不能把这个客人他不来拿 视为仪器 所以其实会常常产生很多的纷争啦 契约是什么契约啊 洗衣定型化契约 这是一个行政的规范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不合十一啊 完全不合十一 所以洗衣店才两三平大 有起像日本的有没有 对对对 但衣服不丢掉是要怎样 日本也有这个问题 dari 我们上过节目是日本的专题 他说东京的洗衣店8年就有两百件 8年两百还算少的 但是他们应该有处理的方式 因为日本有很多二手的回收店 你不来拿 那店家有时候没有先收钱 现在到底有没有先收钱 理论上是可以要求先付钱 可是在我们乡下 那种村民家拼都是邻居 我们都不太敢先收这样子 可是其实先收钱才是对的 因为先收钱之后你来拿不来拿 至少店家没有付 成本拿到了 而且洗衣店不是说 我帮你洗衣服付出人力而已 他像干洗啊 常常必须有更大的厂来收件 那个来来往往 常常都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对啊因为有不同的店 因为有时候店里面真的是 你空间不大 你有各种不同的 需要帮忙的地方 应该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你的idea 如果当然我对于洗衣店 那个能不能发扬光大 我们自己心里都有底啦 对不对 一定是大的吃掉小的 对啊 那但是把阿公阿嬷 就是用那些 阿公阿嬷很老实 他可能20年10年的衣服 他全部客人没来拿 全部没丢掉都放那里 那用这个来把他们开始 装点拍照 让他们变成网红 这是你的主意 对是我的主意 但我完全没有想过 要让他们变成网红 或者是我也没有想到 会让大家 那么的可能喜欢我们吧 对一开始就是只是单纯的希望 他们不要无聊在家 对所以才 还想说可不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 是这样子开始的一个初衷 那刚开始计划的执行 就是希望他们穿上 反正很多衣服嘛 对 到底你们家万袖洗衣店 囤了几件衣服 开业大概四五十年了吧 我们开业其实阿公今年是第七十一年了 是吗 对阿公他从十四岁就开洗衣店 那跟阿嬷结婚之后 才把名字改成万袖 因为一个叫万级 一个叫绣儿 所以万袖的年代 就是比阿公从业的年代 还短很多就对 那到底可以找到多少年前的衣服呢 我们家以现在来讲 据阿公说的 他有些衣服大概还有三四十年 有三四十年放在我们家的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 就是这个人可能 阿公也说这个人已经过世了 这个人可能不在了 可是他 他们不会把衣服丢掉 我们可能会去捐啦 可是很多衣服他就放着 他就不会丢 我觉得可能跟他们 小时候啊 就是衣服他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 有关系 这就是洗衣店所面临的命运啊 小时候比如说我还记得 我妈她可能薪水才一千多块 当那个国小老师的时候 她会花五百块去做一件裙子 那万一这裙子当然很宝贝啊 他就会送到洗衣店去洗 可是你要知道 物价一切在通膨 就是仿制品在降价 现在你很可能 就路边一件几百块的衣服 很好的衣服你也可能在 奥勒很便宜买到 你后来就觉得去洗一件 可能还比买衣服还贵哦 是不是 洗衣件大衣现在要多少钱 有的时候要七八百耶 要要要看长度 基本上大衣就是要十五百以上 是啊 所以后来他们就觉得说 那不如去买好 但这是制造了资源环保的浪费 可是这也是洗衣店面临的困境 就是左右邻居越来越少来洗衣服 确实会 因为像我们家很多的客人都是 阿公阿嬷他们从以前洗到老 所以有些人只要他走了之后 或许他的后代也不一定会有洗衣服的这个习惯 但是阿公可能因为袖剪了他就舍不得 就这个衣服就没拿走 但是充满那个人的回忆 所以他就把他放着 对真的 但是这激起来很可怕吧 大概一间房间吧 哦可能超过 我们家这样初步估计 现在至少应该还有快四百件 那陆陆续续 阿公的讲法来说 就是他可能有捐出去的 封在赈灾 可能我们家至少九百一千件是跑不掉 哇哦好了那无论如何 他让阿公阿嬷穿上那个衣服 让万秀洗衣店IG 一个月突破五十六万追踪 这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幸福好时光 那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趣 叫做温馨提醒洗衣服请记得 这是张瑞夫他一个月的IG就突破五十六万追踪 因为IG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妹妹在 露火拉身材啦 很少出现你阿公阿嬷 八几岁这种长辈级的 你刚开始通常会叫阿公阿嬷 然后穿上那种他们堆了十年的客人没有拿走的衣服 感觉就是像什么研究所要做一个报告或做一个企划式的 一开始应该是好奇吧 或者是觉得好玩 一开始就是想要 就想找事情做 主要还是像是 我刚可能提到就是 我从北京回来 然后在家里很久没有待那么久 然后看到我的阿公阿嬷他们两个人 居然白天都在家里趴着 甚至说 洗衣服的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真的 然后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人来聊天 那我就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很想 让他们不要趴着 那一开始试了很多方法 就是要不要出去玩啊 要不要去看电影啊 要不要干嘛 我就发现他们都不要 他们觉得这个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他们人生在这个现代社会没有别的娱乐 然后也已经是劳碌命习惯了 他就是一直在等有人来洗衣服 而且那洗衣服跟开箱下杂货店一样 客人来的时候不能没有人 他能去哪呢 对啊 他就只能坐在那里 然后就发呆 那我就想说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事情 是他们会愿意动的 那其实衣服这个议题 是我跟阿公阿嬷都很有感觉的 我称为共感 就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那我发现阿公一直对这个议题很不满 他说啊为什么他们可以放那么久 而且他会认为说 我以前是当过理事长啊 我对这件事情也很想去争取他 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可以 让他想要做事情的一个关键 但他又是个很合法的人 对不对 所以他又不丢掉 有时候又是一些感情的原因 对感情的原因 所以明明这是当时的人花很多钱 很多力气做出来的宝贝 才会送到洗衣店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想说 那平常我就跟他们都有拍照的习惯 其实我一直以来每次只要离家前 就会跟他们拍照喝照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如果你现在没有记录下来的话 你不知道你的遗憾出现的时候 来不来得及 对所以我就才把这两个东西想说 我用拍照跟这个衣服 跟阿公阿嬷说你们穿上去 让大家知道说 一个你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让大家知道衣服要来拿 然后第二个是想要让大家试到说 这个年纪的人穿上这个老的衣服 看起来是可以那么年轻那为什么我们年轻人不能这样做 是不是就可以让这个地球更加的友善一点点 对啊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 日本现在很流行二手衣的运动 然后甚至还有专门出二手衣杂志 当然要教你怎么样搭配还是要靠个人美感 因为现在的比如说unicorn 它每件衣服几乎都是一样的嘛 良品都长一样 但是二手衣每一件都不一样 可是它的乐趣就在这里啊 就是可以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感觉 而且你可以跨就是盖掉原来这个风格 换成另外一个新的感觉 那你也可以跨时代 但只要是你配得好的话啦 配不好真的有时候会像那个 灾难 对 在市场里面走的被视为是精神不正常的那种 但配得好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时髦可爱 好那么所以也就是 大家还蛮喜欢你这个主意嘛 好意外哦 就没有想到就是会有那么多的 其实什么年龄都有 甚至说会有六七十岁的外国长辈 他们传讯息跟我讲说 我看到你阿公阿嬷八几岁 愿意这样做我要向他们看齐 对 我看了也觉得挺感动的啊 谁说年纪大的没有这个变得很fashion的权利 当然你的品味是很不错的啦 而且那个在一些已经就是放了这么久的衣服中 竟然还可以找到阿公阿嬷可以对搭的 看起来像同一套 好像就让他们看起来像 情侣装这种感觉吗 对情侣装 而且每一套都像 有时候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我们在提倡的观念 情侣装不一定是要完全一模一样 有时候是用颜色 就算他的款式不一样 你颜色看起来很像 上下颜色很像 然后阿公阿嬷他们自己的那个情感 他就会像情侣装 而且其实就很像现在做那种 以前所有的少女队 衣服是一模一样 现在人家那个少女时代啊 看起来是同一系列 人家五六个人穿的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 所以开始做了之后 刚开始阿公阿嬷可能会觉得 你干嘛帮我找事做 我打瞌睡很好啊 后来慢慢的发现 哇这么多人在看他们这么多人在等待 那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这个是让我持续觉得这件事情 我得做下去的 就是我看到阿公阿嬷他们 好像对于生命又有一些热情 因为像他们肯定会觉得说我跟我老啊 我没效啊 这是我阿嬷说的话 就脱离了大家的视线 好像慢慢的在摔腿 就是他们会放弃他们的人生 他们知道可能自己也距离那个不远了 他们会放弃 但是我们家有人关注之后 他们被肯定之后 我阿嬷跟阿公他们居然会在媒体前面跟人家讲说 我希望说我们这个年纪的老人家 都不要觉得自己老 阿公会说这个叫做有活没老 人家是有活而已 人家不是老 那阿嬷就会说我们要活就要动 不要放弃 不要每天就休息 这跟你刚开始一回去看 他们趴在那个桌子上睡觉 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对啊 虽然必须说啦 这样也许没有办法让这个洗衣店恢复往常的热络 大家都拿来洗衣服 因为这是一个产业结构的改变 可是至少 其实你的目的是 就是让老年人 不要放弃他的时尚 其实之前台湾也有那种90岁的时尚模特 他自己也挺有品味的 我本来要访问那位阿嬷 可是他说他重听听不到 但他每天就是找到了一个 新的人生目标 然后原来说自己也可以变成这么样的时髦 所以后来很多这个BBC 这不是故意运作的 对不对 就他们突然在IG看到了 纽约时报 还有这个CNN 全部都来报道你阿公跟阿嬷 对就是很特别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国外的媒体会看到 好像就是有人在网路上发笑了 结果几乎在同一天 我收到BBC CNN 纽约时报 然后法国的 南非的 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媒体 突然间 传了讯息 寄了信来 说可以访问你们吗 那我也没有想过 我跟阿公阿嬷讲说 那个有外国的媒体要来访问 他们还很坚定的 我不要说台语 我不要说音语啦 不要安装 对啊 那我就说没关系 你孙子会讲一点 也还OK 所以他们是跑来台湾 还是也是在线上访问 我们有的在线上 可是像 纽约时报 它是有台湾的特约记者 但他也是外国人 就常住在台湾 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没错 我们今天呢 谈的这本书是时报出版的 温馨提醒 洗衣服请记得拿 万秀洗衣店 还有张瑞夫的成长故事 后来他们在IG上 变成一个网红之后 每个人期待他们穿上了 你帮他们搭配那些衣服 后来甚至还拍了广告 而且阿公其实很兴奋 而且说这件事一定很简单 对没错 他觉得拍广告什么这些事情 都比洗衣还轻松 因为洗衣服你把衣服放进去 等他出来 那个过程很煎熬 所以他觉得拍广告很简单 但是呢 他一句台词就讲了三十分钟 一直忘记一直拍自己的头 啊 又不记得了 其实就是紧张啦 对啊 不想承认而已 然后后来就拍成 是一个汽车的广告吗 对是我们第一支广告 那个时候会接这个广告 其实但他有可能从德国那边传过来说 汽车跟洗衣店有什么关系 其实他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我觉得阿公阿嬷 我希望他每件事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经验 创造很多回忆 他没有拍过广告 然后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是说 阿公从来没有开车载阿嬷出去过 然后阿嬷就会一直考试他说 你都想说你当兵开大客车开得多好 结果退伍之后都不管开车 那我就想说这个广告很可爱 他里面的剧本是 让阿公载着阿嬷去兜风 的那个画面感觉 我觉得可以让他们想到很多年轻的事情 我觉得不管怎样 这个都是一个很棒的回忆 那你阿公要自己开车吗 那个就没有开 就只是坐在上面 对对对 我妈不敢开啦 而且是你说很奇怪的是 阿公一直NG对不对 可是阿嬷就是基本上 后来已经马上就进入了状况 阿嬷很厉害 阿嬷的这个 每次几乎我们都先称赞阿嬷 但是有一次很好笑 就是我们称赞阿公比较多 我发现阿嬷会吃醋 阿嬷会说 跟我们讲 跟我们讲 就都是我好这次怎么会跟阿公 那他们有一些 任何的伴侣 都有一些竞合关系 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好所以后来呢 他们就成了这个广告明星嘛 其实你应该发现说 你慢慢为他们做一点事 让他就是有存在感之后 他的眼睛又恢复的光亮 甚至身体可能比较好一点 有有 就是至少他们会 我觉得有活力来讲的话 你就会有很多想要往外面走的可能跟机会 那请问他们 本来是你帮他们搭衣服 后来他们会不会 本来是模特儿嘛 后来意见又多了起来 会啊 他们会 因为其实每一次在拍摄的过程里面 一开始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在干嘛 可是后来就会开始讲说 我感觉 应该 比如说上半身是什么颜色 下半身你应该配什么颜色 不能配这个 然后也会自己在那边讲说 我觉得我有哪一件衣服 也很好看啊 那我们就去找出来 就阿公可能会拿出他以前的衣服 那阿嬷呢 他更会去让我们翻出他以前的衣服 那他因为他很多衣服都放在柜子里面 一直没有穿 他也从来自己的 其实那是一种习物的心情 客人的衣服明明可以处理 没有 却没有丢掉 一直让他堆在那里 自己的衣服也是啊 穿不下都还在放啊 对 结果现在因为老了嘛 瘦了穿起来 很好笑 阿公还在会旁边上说 那就是因为古早他胖了 就不管怎么样 那个衣服都可以 而且其实世界的留言和讯息 就每个人都需要被关注 发现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的 我觉得这个 你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就网路对他们后来的改变 到底是后来你还叫阿公阿嬷 教全世界的粉丝讲台语 因为那是他最流利的东西啊 对啊对对对 就是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很多国际的粉丝 真的很多美国啊 甚至阿根廷啊 西班牙啊 其实各国的粉丝量都还不少 那我就突发急想想说 那你们要不要来教大家 讲万修西店的台语 因为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但我想试试看 结果不知道 诶真的很多人讲了之后 录给他们看 那他们就会 一方面是他们很开心说 哎呦真的有人会离我们 那一方面是 他们会因为这样子了解到 其实网路真的是 很无缘佛界的 本来这个东西离他们非常非常的远 可是因为他们自己亲身的 接触到了 他们就会知道说 哦原来网路有这样子的效果 他开始想要探索这个世界 不再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洗衣店里面 所以其实网路是可以 看你怎么运用它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纪 你都可以跟着这时代的转变而转变 没错 可是你们家真的蛮妙的 你跟你弟弟都很高大 对不对 我看你弟弟看起来比你更像时尚人士 结果你看你阿公身高160年 阿嬷155年 你们是吃什么 我不知道耶好像其实他们的 我爸爸那一代就开始长高了 可能真的营养有差啦 小时候营养真的很糟 他们以前很不好 阿公都说他的那个骨架比一般人还小 就是以前小时候没有东西吃 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也发现说这个有时候也不是什么DNA的问题 就是营养不良的问题 那后来你还做了很多的 就是你还帮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你的主軸 但是中间发想了很多东西 对他们当然还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个画面 那也因为阿公阿嬷愿意跟我做这件事情 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影响很多的人事物 很多人因为我们他们觉得说 哦原来这个叫做永续时尚 哦原来你们在推动的是对地球友善的事情 那我就发现哦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感觉 那我是不是可以透过我们的力量 可能不是透过阿公阿嬷一定要做什么 而是大家既然知道万修席店了 那我用万修席店的这个平台 让更多人知道你可以怎么样对地球友善 比如说若时使用这个旧衣物 搞不好他其实就算他不是真的去买二手衣 他搞不好因为我们去跟阿公阿嬷讲说 阿公阿嬷你的衣柜可不可以借我看 爸爸你的衣柜可不可以借我看 这其实也可以改变家庭的关系 是 好幸福好时光 来那个张瑞夫你念你这个万修席店的一段话 我相信跟我一样被阿公阿嬷带大的 这个可能是阿嬷啦大部分人是阿嬷 就是还是会觉得感动 好啊就是这本书无法告诉你怎么创业 怎么赚大钱 更不会传说你如何打造一个成功且出名的 IG帐号法则 我只希望能够透过这本书来和大家分享 我是如何从生活中看到我的感受 从我的生命记忆中找到我对阿公阿嬷的爱 所以希望大家在读完这本书之后 或许我能够带给你一点勇气 让你去面对心中的自己 让你也能勇敢的跨出一步 对身旁的人多点关心 现在起就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开始 做个不一样的自己 那应该会让很多人想要回去看一下阿公阿嬷啦 如果他们还在的话 那那个 但很多人就是等到不在了 然后突然有一天想起来才发现说 哇我其实辜负过很多其实还可以相聚的时光 没错没错 但后来也不能怪这些年轻人 因为比如说你也是在找试作 开创一个新的方法 有时候你回去还 你知道吗 有大公阿嬷 你虽然跟他们很亲 但是你已经无法沟通了 对其实很多是这样子 你不是说你去学校演讲吗 对啊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没办法沟通 可是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我觉得有时候不能沟通是来自于 我们过去太习惯反抗 或者是拒绝他们 他们可能心情中也足起一道墙 认为说 你不想听我讲这些话了 那有时候当你不想跟他讲 太没办法跟你讲的时候 你回家他没有存在感 他就会开始问你很多 你不想听的事情 我觉得最常见的是吃饭话 他要吃什么 我当时会觉得有点烦 尤其如果是把妈妈问的话 后来发现说 对因为我们已经 我们的人生 已经没有对话空间 他不知道你在干嘛 对我阿嬷也会是 我要吃什么 他就想起你小时候也许喜欢吃 市场的什么什么 我去买那给你吃好不好 因为你的生活范围 知识范围 跟他已经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就只好一再的重复你 动不动十分钟 问你要不要吃某种水果 因为他没有其他话 是不是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烦 可是这时候 我觉得你做的很好一件事情是 你去创造一个 你们可以一起做的事 这个很难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称为的共感 你如果你希望你的长辈改变 可是他们也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变 如果两个都觉得彼此才是对的 那一切不会往前推进嘛 那你们唯有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搞不好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你们做这件事情 你们多了一个话题 假如你们过去没有话题讲 你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分享 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可是你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件事 那当下这件事情就是你们的话题 你有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你小时候就是 就是等于是跟阿公阿嬷长大嘛 看起来是爸爸是你们的主要抚养人 是不是 但爸爸一定是在赚钱工作 我爸爸很辛苦 那因为阿公阿嬷开个洗衣店 所以你们两个可以安全的在洗衣店 有人照顾长大 没错 对对对对 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很难忘的 太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小时候会帮忙做些傻什么事吗 会啊 其实我每天在家 就是要帮忙接待客人 因为像我们下课之后 阿嬷在煮饭 阿公去送衣服 我就是坐在客厅看卡通 他要去送衣服 不是客人自己来拿哦 我们阿公到现在到现在85岁都还在骑摩托车去送衣服 如果直接送到你家你比较不会拒收 老朋友啊 对啊 然后就 会在家里客人来就是要接待嘛 要买什么 什么 我那个时候都很紧张 都很怕说我记错 因为很多客人拿衣服来洗都一定是他们觉得哪里有脏掉或什么的 所以你要记得很清楚 要记得很清楚 不然我阿公会练我 所以你会帮忙做这个店里的招呼的事情 那弟弟会吗 弟弟以前比较少 可是现在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说我弟弟也因为我做这个东西的关系 他意识到说自己过去十几二十年几乎没有在陪伴阿公阿嬤错过很多事情 他就突然间听过我某一场演讲之后他在那边哭 他说哇我不知道发生那么多事他们真的老了 然后我弟就听我的话 他其实在过他有一些不好的过去 你刚刚说你弟弟是浪子回头 现在看起来很像时尚界人士比你还像啊 对啊他就回来学洗衣服啦 然后就陪阿公阿嬤 然后就跟我讲说哥哥你去外面就去尽量的去讲我们的理念 然后家里他会顾这样子 就终于找到了自己 可是他以前也一定是在逃避些什么啦 有可能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们两个现在是真的回去接万秀洗衣店吗 对没错 那他变成后里除了马场之外的观光景点已经是这样子了吗 其实没有因为后里它是一个你必须要开车才有办法到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的马场 马场在火车站附近还比较方便 所以其实并没有说很多人会来我们家什么拍照打卡 其实并没有啦 所以那可是现在疫情或者是我刚刚讲的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大家能够因为洗衣服恐怕比买衣服还来的贵 有些时候真的是哦 尤其最近真的服装店倒好多耶 大家也没有出去买衣服 没有没有 我很多朋友问我说啊这一堆啦 你一件付我一百块可不可以 我说好啊就是这样了 所以一年多我也没有出去买衣服 但是你看看一百块买的衣服 你会觉得你会花七百块去洗它吗 对啊就是不会 对啊怎么办 可是没办法改变 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这个账号 我们的这个平台跟大家讲说其实有时候你衣服它的计算方式不一定是用钱 而是你能够穿多久 因为穿多久它才会对我们的可能对地球友善一点点 能够活用它 我觉得这个就会比很多事情还来的重要一点点 是 然后你现在主要是在IG吗 有脸书吗 有我们有Facebook 然后粉丝团 然后有一个IG 然后有一个官网 那各自有不同的功能 IG还是说阿公阿嬷他们开开心心可可爱爱的样子 那IG真的台湾统计起来都30岁以下用的 如果你不想跟你的爸妈被他看到的话 那你就用IG吧 不要用脸书 隐藏他家嘛 但我们是用脸书的 对我们也有粉丝团 那粉丝团就是在讲我们现在正在做的理念跟我们推广的事情 那主要是围绕在我们官网的采访文章 跟我们官网的公益项目这样子 其实台湾有一件事情一直可以做 日本有个二手的货物跟衣服的流通 他叫做 比如衣服叫Model Off 然后在家里的家具叫House Off 他还有乐器的Off 我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 他是一个已经在日本上市的公司 他做的相当有体系 就是专门在做回收物 但是问题现在台湾其实还没有的 没有有一个规模或系统的 只有什么比如说慈忌啊 那大家捐的就来那个 就还没有系统化 我觉得主要也是 我们台湾的消费者的接受度 可能还没有到 需要还要再被教育多一点点 是 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去日本 就是逛那个二手店 因为我后来发现就说 你就灌那无印啊 UNIQLO 他东西当然很好 很清很保暖 但都长一样啊 可是我们希望长不一样的吧 我喜欢亦灵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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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 我喜欢亦灵声 我喜欢差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